我都在乒乓干 乒乓干 教导卫生教育观念 推动语言学校 修缮生活环境等等 桃园市青年组队 趁寒暑假 前往东南亚偏乡地区服务 获得桃园市府补助 出发前桃园市长郑文灿 也为17个队伍亲自授旗 做电脑教育 做英语教育 做中文的学习 有的做卫生教育 还有做这些航务的修缩 那有的队伍呢 也累积了好多年的经验 形成一个传统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支持 桃园市府今年共补助19个团队 共199位桃园学生参与 每队一人数距离补助8到15万元 补助金额高达190万元 分别前往印尼 泰国 柬埔塞 缅甸 辽国 马来西亚等8个国家 服务对象超过5000人次 在坎相村 然后教导小朋友 一些卫教 然后中文 然后也会去村落里面交汉 他们一些伤口护理 或者是投私护理的知识 主要是在教导他们如何扮演 对这样 对 让他们之后能够成立社团 让他们能够有永续的经营 能够当地人帮助当地人 我们是要去那个印尼的雅加达 服务内容主要是以资讯教育 怀抱离象整庄出发 不过对于台湾接连遭到打压断交 青年都强调爱无国界 并不影响服务热忱 也继续放下政治考量 成为台湾突破 外交逆境最温柔的力量 回到新闻前面张远春桃园报道